今日话题 欢迎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你主持的今日话题 在大都市生活一般都会碰到一个问题 就是交通堵塞 那么在过去新冠疫情期间 如果要是说有一个好处的话 就是交通堵塞的情况减少了 或者说是舒缓了许多 早晨或者是下班的时候 街上的车辆明显的减少了 因为可以想象有很多餐馆旅馆都关着门 有学校也关闭 不能到校园去上课 然后有一些员工是在家里面上班 他就出行的机会就减少了 这么多的车辆减少以后 路上肯定路况就毁松 但是人的这个习惯是很难改变的 现在疫情到了这个阶段 基本上看到这个曙光 而且各个地方的这个经济重新恢复了 那么交通拥堵的情况是不是又要回来呢 现在这个交通方面的专家 城建方面的专家 城市规划方面的专家呢 都在探讨这个问题 看看是不是可以用某种方式呢 来舒缓一下交通堵塞的问题 这个问题可就关系到几乎是每一个人了 甚至包括坐地铁的人 你说我不开车 坐地铁有坐地铁的问题 所以这个问题呢 是疫情以后 我们不是说什么百废一代星吗 我们讲到了各个行业 抢什么员工啊 什么这种 现在呢 这也是一个问题 那我们来讲讲这个事情 因为在21世纪的某一天 几乎就是刷的一下 堵车的情况突然之间消失了 因为一个疫情的原因 最直接的反应就是我们今日话题 过去呢 我们今日话题中间至少会插一档路况 后来呢 我们两个经过商量 在疫情期间就停了 为什么停了 每天都一样啊 没有路况啊 你总不能每天都报路况 今天一切顺利 交通顺畅 每天都来这句话 对不对 但如果大家再留意一下的话呢 我们又回来了 对 这些路况报道 这都是根据具体情况呢 做一些调整 而之所以把路况给调回来呢 也是发现 这个疫情恢复经济重新开放呢 堵车又变成了人的生活的常态 实际上啊 我们想一想 不管你在美国什么城市啊 基本上我们的生活 是围绕着公路来旋转的呀 是特别的直接 就是哪一条公路 你在什么地方上班 在什么地方居住 都是围绕着这一条公路 它决定着我们的生活方式 听说过这种情况吗 一对夫妻 两人得商量 咱们选择这个居住的是离谁近点 对不对 如果两人一个近一个远 那怎么办 咱不能都远啊 就紧着那个女的 或者紧着男的 或者我们就要看谁的工作是什么情况 谁的工作更稳定啊 什么之类的 我身边有的是这种 比比皆是这种问题 尤其是你生活在南加州这种 动不动就要开很久车的这种情况 所以呢 我们来看一看疫情啊 它通过缓解交通呢 交给了我们一些什么东西 然后各个地方的政府学到了一些什么 也许这还能够借机啊 把这问题小小解决一下呢 对 首先就是在疫情期间 人们突然发现说 有很多工作啊 是可以远程做的 根据现在的这个 这方面的专家 就是经济方面的专家呢 他们是说啊 就是说至少有三分之一的人 实际上是可以在家里边 或者远程的完成他们的工作的 当然 可以在家里面完成这个工作 不代表公司愿意让你 待在家里面完成这个工作 这是两回事 但是呢 公司可以提供一些 比如说比较弹性的这个时间 或者是 有一部分时间可以待在家里 一部分时间必须要到公司里面去 因为还是有一些东西 是需要面对面 是需要团队的这个合作 面对面见了以后 总是比那个电话里头 或者是这个视频会议 要好一点 所以呢 这个专家就说了 哪怕现在逐渐的恢复到正常 哪怕一个公司里边 让一个员工 在礼拜一到礼拜五 选择休息在家里边做一天 远程工作一天 这个都对减少那个 就是交通堵塞的问题呢 有莫大的好处 原因是这样子的 原因是 这个交通的堵塞呀 它不是一个线性的 它不是 它是一个非线性的这个行为 也就是说 你在比较空的这个街上 或者是还没有达到 饱和程度的这个街上 你再增加几辆车 你根本感觉不出来 因为它的车速还是依然 可以保持比较畅通 关键是到了那个临界点的时候 再增加哪怕一辆车 突然就发现 交通开始堵塞了 开始慢起来了 这个呢 就是叫做非线性的这个关系 可是当你街上也是一样 到了这个临界点的时候 你哪怕 减少1% 2%的人流和车流的话 这个交通 马上就可以顺畅起来 再举一个线性的例子 和非线性的例子 就是地铁 这地铁呢 空空的 那么这个时候 很多的座位空的时候 上来了一个人 他坐了一个座位 没事啊 所谓线性就是 每增加一个人 就增加了拥挤 没有啊 对不对 所有的座位都坐满了以后 所有的人都坐着 没有一个人是站着的时候 没关系啊 对不对 可是这个时候呢 再上了一个人的时候 他就站着了 这个时候你觉得你的空间 受到挤压 也没关系 站了三个人 也没事 但是总是有那么一个人 对不对 到了最后那根 压倒骆驼的 倒草的时候 大家觉得奇怪 怎么一根草把骆驼压倒了 哪是一根啊 对不对 对 那个前面累积的 所以这个就是所谓线性 非线性就在这 只要你没到那个临界点 它都不是线性的 没关系 你可以多 于是呢 交通专家们 他们拿来美国惯性的一些做法 做了一些研究 发现其实不是不能解决 在疫情以前就已经有点办法 只不过没有呢 把它发扬光大 比如说美国有一些节日 尤其是那么 Yanky Poor这种叫赎罪日 这是给犹太人放的假 也就是说在公司里面 一百个人 有三个犹太人 很多的公司就是 这三个人放假 因为你是犹太人 其他人早上上班 当然还有的公司更狠一点 就是说我尊重犹太人的传统 尽管我这个私人公司 里面犹太人不多 但我全放假 为了意识也有这个情况 但更可能的是 这老板是犹太人 所以对对对 给公司全部放假了 结果发现什么 咱们就拿美国的首都 华盛顿DC来说 就发现这个情况 每次到了Yanky Poor 这个赎罪日的时候 就那一天 刷地下那个交通就缓解了 尽管只是犹太人 后来联邦政府 这还是说的首都华盛顿 他有一个叫做轮休制 就是在家里工作 这个跟疫情都没有关系 全都是疫情以前的 也发现 好像那个是礼拜五吧 对礼拜五 联邦政府就礼拜五的时候 比如说有一些人在家工作 一些什么 做一个小小的调整 一下子 明显的在那一天交通 堵的情况就减少10%到15% 这个让我想到 中国大陆有一个做法 什么单号车 双号那个是不是 单号双号 都是这样吧 就是可以做到的嘛 对不对 对 就是可以这个轮流 你在那个联邦政府呢 它是这样子 它有的人就选择 你比如说 每天工作10个小时 有很多地方 其实都有这种方法 所以 来个四天 对 四天就工作了40个小时 有的医院 有的机关 你是可以这么做的 当然不是说 所有的人都这样 但是大家都是轮流的 你休礼拜五 我休礼拜一 他休礼拜几 这样的话呢 大家都上四天 但是不是说礼拜五 大家全部关门了 我这个政府机构关门 那也不行 所以呢 它基本上是这么轮班的 轮流的 那这样一来的话 就可以减 就是可以减轻一天的 这个交通堵塞嘛 然后再加上 现在突然发现说 有很多工作 可以在家里面进行的话 再减掉一天的话 你想 那我们两三天 这么一减的话 整个的交通堵塞 就会好很多 欢迎继续收听 由中讯和高宁为你 主持的今日话题 今天跟大家讲的是 交通堵塞的问题 在洛杉矶 在纽约 这个情况是非常普遍的 尤其在我们南加州 好像听说是全美国 最堵塞的十条公路当中 有八条是在南加州 所以 我一点不吃惊 对 所以在南加州开车的人 是非常痛苦的 堵在车里边 其实有的时候 堵起来非常严重 但是即使不严重 在车里边待的时间 那就是度日如年 就拿你来说吧 比如你有没有算过 你记录 就有在你开始工作 到现在有没有某一次 是你最长的一次 单程 有 但是我这个情况 就是说我如果要是交通 堵得厉害的时候 我会在某一个 对对 这个叫做surface road 我们说这个下去了 就从比较忙的 这个高速公路里面下去 然后这个当然 你要花更多的时间 你要面对无数的红绿灯 没错 要花更多的时间 但是人他就是这样子 我宁可花更多的时间 在红绿灯前头等或者开 我也不愿意堵在那个车里头 你知道有的时候 车里头可能就堵个 十分钟二十分钟 但是你觉得非常的漫长 你知道吧 因为再加上 你并不知道会堵多久 所以这个不确定性 让你没有办法承受 所以这个是一个问题 我相信像我这样 就是比较远 中讯他完全可以做 他不用开高速公路 从电台回家 不用开高速公路 但我还是开 因为我来的时候 早晨比较好 正好不堵 回去比较麻烦 对对也还好 因为比较短那一段 对它是比较短 它就是说高速公路 如果堵的话 它完全可以马上下来 随时下 对所以这个就是 但是像他这样有奢侈 说是20分钟之内到公司上班的这个情况不多 在洛杉矶动一动就是40分钟 一个小时的是非常常见的 我说的还是单程 一个小时是非常常见的 所以我们公司就有很多人 都是单程上班 都是要一个小时开到电台来 所以这个情况呢 是每个你每年你自己算一算 在车里头浪费的时间是多少啊 这个对整个的国家的经济的这个损失来说 个人的损失来说 那你等于是在车里头浪费生命了 对对 所以呢这个话题 其实我们今天聊是给谁听的呢 可能又小点给老板听的意思 对不对 因为现在呢有一个国家的总规划 然后下面各州呢也有一些规划 城市什么的都陆续的有一些 他们的目的就是为了缓解上下班的交通 那刚才在上半段的时候我们讲到 美国人的生活方式很大的程度上是围绕着 离他最近的那条高速公路和那个堵车的时间 来决定的房子买在哪里 在什么样的学区 以及考虑旁边的这些超市 所谓超市就是你不是发现就有的超市 他就开始在什么地方开一个新的 你知道吗 他就知道没办法啊 要不然你老是让人家开车开半小时去买个鸡蛋 你这不行 所以你就发现呢其实美国人的生活一方面是他围绕着公路 同时呢各种各样的生意呢也围绕着公路 就是说由于某一条公路通达哪里 我就在哪里建一个什么店的分店啊什么 你看都是跟这个公路有关系 但是接下来一个问题就是这个疫情告诉我们 如果真的能够做到有一些公司有三分之一的时间 让员工在家工作 哪怕是一个礼拜有一天让员工在家工作呀 上述的那些可能都随之改变了 你知道吗 就选择居住点啊什么超市啊餐厅啊什么 就都随之改变了 再举一个例子 1984年的时候洛杉矶奥运 当然了奥运首先的难题就是堵车呀 这运动员给堵在路上这可不得了啊 对不对 所以呢 为什么1984年的洛杉矶奥运是里程碑一样的奥运 他除了将奥运从亏损变盈利以外 他还是给后面的一些奥运城市啊树立了一个光辉的典范啊 当时就请了一些能人 这些能人呢就下了命令市政府 就是让一些人叫远程工作 为了舒缓这个交通 结果怎么样 结果有奇效啊 你知道吗 结果真的非常成功 对 所以呢 这个就是现在很多的城市和很多的部门啊 尤其是政府部门 他们在规划的一些事情啊 可能也是鼓励这个公司能这么做 原因是这样子的 原因是在一个城市里边 他的那个公共交通啊 实际上是非常耗钱的 有很多情况之下 为了解决交通 就是高峰时期的拥堵 有可能你只解决了 比如说三分钟 减少了三分钟 甚至是还不到三分钟 但是他花出的代价是巨大的 比如说他要增加新的地铁的车厢和这个班次 他要增加这个就是公共交通 比如说轻轨铁路也好 是这个公共汽车也好 但是你要考虑得到 他增加了这些车 在非交通高峰期的时候 他是空着的 或者说在高峰期 在某一个方向是满着的 在另外一个方向 他进方趟 太明显了 这个洞山基太明显了 对对对 一边的车刷刷地走 另一边不动 对对对 就是这么个情况 所以他这个浪费是巨大的 但是如果要是 可以通过这个弹性工作时间 和这个双向工作时间 就是有的时候在家工作 有的时候上这个在办公室 或者你在家工作半天 在办公室工作半天 这样一来的话 弹性工作的话 这个就解决了非常多的交通的问题 这个什么早晨的交通和晚上的交通 就全部可以改变了 对 那么于是再回答一个1%的问题 这是一个双重1% 经过人们的统计呢 就堵车一天当中最严重的时间 只占一天当中的1% 所以这1%没想到决定了多少人的生活方式 你说对不对 然后另外一个意义的1% 就是大家自然会想到的有钱人 就是美国这个社会的1% 那我们试想一下 是什么人住的 离他的工作的地方比较远呢 你就以高宁为例 但一定是收入高的人呢 对不对 因为什么他住在郊区啊 对不对 美国的郊区是怎么来的呀 就是在郊区生活在市中心上班 比较多是白领 对吧 那么这些人呢 他们构成堵车的一大部分 那你说那蓝领呢 蓝领更是如此 是什么呢 因为在疫情期间 突然我们明白了 什么人可以在家工作呀 你去清扫房间那人能在家工作吗 对不对 你能在家给超市收银吗 这没有可能 所以一线的那些人 服务业的这些人呢 相对来说比较蓝领的这些人 他更需要公路 更需要顺畅 反而是过去制造堵车的那些白领的人呢 他可以在家工作了 这样的话 他反而能够对整体的交通的舒缓 是有很大帮助的 就是让这些白领的人 尽量在家工作 公司也提高了效率 白领的人 他不用把时间花在路上了 他也开心 对不对 按照之前我们讲的话题 可以再多炸他的时间 对不对 把那个生活和工作的界限给抹护掉 那么这样的话 人家蓝领的人 人不就不堵车了吗 生活中就少了焦虑了吗 对不对 现在是这样子 就是说 直接的受益者 就是在家 比如说工作 或者是减少交通通勤的时间 直接受益者 是刚才所说的这些白领的人 在家可以工作的这些人 但是有一些 必须服务行业当中的那些人 低收入的那些人 他们是没有太多选择的 也就是说他们是叫做非受益者 他们当然上班的时候 路上通了以后 他减少一些上班下班的时间 那是很好 但是他们是属于无可奈何的 必须要到店里边 要去上班的这些人 所以现在政府正在考虑怎么样 能够让交通舒缓的这件事情 也让这些人受益 这样的话 才可以这个社会就更加公平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